回到台南庙宇参拜 行政院长赖清德就像回娘家 相亲热情迎接 在线高人气 心情特别轻松 赖内阁的下乡之旅 来到台南继续宣传 长照2.0和前瞻建设 但民进党近来深陷内斗阴影 高雄市场成局的新书 引爆新戏谢系的新仇旧恨 赖清德赶紧回避 我还没看 最近比较忙还没看 谢谢大家 用还没看避免为难 眼看城局新书大爆料 让高雄市长初选出现变数 赖清德之前建议党中央 初选提早到农历年前 日前民党内选队会 总统府赴党刘建新 以顾问身份列席 与会者解读府院态度一致 包括高雄市台南市 嘉义县和宜兰县等地 农历年前有望完成初选 地方上有杂役慢慢出来 有时候民众慢慢对 这个民进党说 大家觉得说怎么会初选弄成这样子 那种不耐不满的声音 已经慢慢浮现 说变成是情绪的人格的 恶意的攻击的时候 那样的初选 其实不管是早半或晚半 选民都不会喜欢 我相信高雄的状况台南不会发生 绿营初选厮杀激烈 还有天王级人物角局 候选人纷纷呼吁团结 就怕派系互斗 伤了 选战骑士 谢谢台北台南 众主导到道 优优独到道